時間過得很快 從洛杉磯搬來紐約已經要一年了 目前租的地方合約也要到期了 考慮了一下決定不打算續約 那要做的事就只剩下兩個字 搬家 這是什麼詩歌你知道的 哈囉大家我是Shen 看到我背後這麼亂的背景 就大概知道我又要搬家了 很快一年就過去了 我才剛從加州搬到紐約 馬上就一年了 那因為合約到期了 然後這個地方我覺得不是很喜歡 然後所以我們決定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那搬家就是這麼麻煩 這地方其實還蠻方便的 但是呢就是 我是住Studio嘛 就是一個空曠的地方沒有隔間起來 所以還是覺得有點不是很習慣 所以決定搬到一個有一房一廳的地方 那現在就要準備開始搬家 然後收拾東西 所以希望能在一個週末呢就把家搬完 這是要搬的地方呢其實不遠了 所以我準備把這些書呢 全部裝在哪裡 裝在 這個行李箱裡面 然後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哇 裝得滿滿理想 不過好像是 要分兩趟 沒關係 就先這樣吧 好 好啦我現在把剛才那些書櫃啊還有書都搬到 新家這個地方 然後呢這個地方看起來就是大概看到比較 看起來寬廣一點 不過其實大小就差不多 只是就不是Studio了 然後可以看到旁邊呢有一個房間 整個風景呢就比較好 因為它比較高一些嘛 那這樣住起來的話我覺得心情也會比較開心一些 因為之前住的地方我覺得就有點太陰暗了 然後搞的心情好像不是很好 從加州那麼陽光裡面的地方搬到紐約 然後住在一個比較陰暗的Studio 所以現在這邊呢就陽光就比較足一點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外面呢就有窗戶 然後它這邊這個另外一個窗戶呢是可以變暗跟變亮的 所以看起來呢太陽照的時候呢就不會那麼的亮 也可以用手機去調節說想要暗還是要亮 我現在把它那個玻璃的擋光功能呢關掉了 然後就發現非常的亮 尤其是下午的時候 所以真的要謝謝這個玻璃有那個擋光的功能 不然真的會熱死 現在呢我又把遮陽的玻璃功能打開了 這樣子你看室內的話呢就比剛才還暗了很多 你可以看到外面現在太陽還是非常的大 但是裡面呢其實曬不到什麼太陽 我覺得這個功能其實還很好的 如果再把窗簾拉下來的話呢 覺得應該就完全不會熱了 那現在呢我要回去再搬其他東西了 乾淨了吧 好空啊 這邊呢真的太亂了 所以呢搬到新家的時候呢 我一定要好好把它整理一下 今天是搬家的第三天啊 然後我從禮拜五晚上下班開始搬嘛 然後禮拜六搬 然後今天是禮拜日 下午我有找一個就是 一個 muscle 的人來幫我搬 付他兩個小時 100塊美金 然後幫我搬一些 床啊 電視啊 還有我的辦公的宿桌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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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剛才跟我的黑人朋友搬完了很多東西 現在呢 家裡基本上全都空了 而且你看 講話還有回音 嗚 YES 花了三天 終於把studio的東西呢 都搬到新的地方了 黑人朋友其實蠻給力的 剛才種的東西都給他搬 然後還挺輕鬆的 嗯 然後現在周圍呢 就是空空蕩蕩 空空如也 就要離開這個地方啦 那這個studio 我住了差不多一年吧 一開始 住進來的時候是 本身沒有來現場看 所以住進來之後 發現很多地方 是我很不喜歡的 然後現在終於可以搬走了 還蠻開心的 好 我們可以看到周圍呢 全都被我搬空了 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studio 然後呢 它其實有一個缺點 缺點是什麼呢 就是 它冬天 非常的冷 夏天呢 非常的熱 一開始剛搬進來的時候 外面呢 都是一些鐵窗 好不容易鐵窗拆掉了 不過是差不多搬進來 八個月左右吧 鐵窗才拆掉 所以這外面的風景呢 其實在我剛搬進來的時候呢 是沒有的 那搬家搬完了 現在呢 就是要整理 吃一個黃瓜補充體力 吃一個黃瓜補充體力 輕爽 好 好了 那看來一切都沒有問題 我現在就要去買鑰匙裝回去啦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在美國什麼事都可以DIY的經驗 新家的水槽非常的廢 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寬 但水龍頭又非常的短 不知道設計的人是怎麼想的 每次要清洗比較遠的地方 都要像潑水結一樣 接水再把水潑出去 非常的不實用 所以我在亞馬遜買了一個水龍頭延長神器 安裝的過程非常簡單 不到10分鐘我的問題就解決了 全方位無死角的噴射 想高就高想低就低 還可以變換水柱 太棒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你聽我的廢話 我們下個影片見